原标题,战斗机能为总统专机党导弹吗? 看了你就知道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埃及后,突然决定造访位于叙利亚的空军基地,为提防恐怖分子发动的突然袭击,普京此行可谓是惊心动魄。 据报道指出,当天普京到访是在两架苏35的陪同下前往的,在即将降落时,飞机会在低空减速,这是恐怖分子下手的最好时机,为了保证总统安全,两架苏35飞机现行降落吸引火力,然后再试普京乘坐的转机再度降落,所幸此行一番风顺,并未出现意料之外的情景。 据军事专家分析指出,对高空飞机具有打击能力的导弹基本都有专门的发射台,这样的目标很容易被纳入调查,因此反而不是普京此行的威胁。 相反,一种名为坚康式防空导弹的武器才是最难消除的隐患,而威胁的来源又正是坚康式防空导弹的优势体现。 首先,坚康式防空导弹的低廉价格决定了它极易被普及,现在美国军火装售的坚康式防空导弹的明码标价只有5000美元左右,这意味着即使是一位平民稍稍及许数月便能换购一项,而它的打击目标却是价值百万美元以上的飞机,可谓是无超所值。 再者,简便的操作和以携带的特点也让它成为了战争利器,从安装到开火发射不过十几秒的时间,而且在使用之前,几乎没有人知道它得隐藏在哪个地方,最后就是坚康式防空导弹解忆的构造决定了它超耐用的特点,即使是浸泡,低空衰落都不会影响其正常使用,这用来对付正处于升降的飞机可谓是防不胜防。 所幸普京此举虽然危险重重,但是积极影响更大,此时他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后,人们便将目光瞄准了同时驻军叙利亚的美国,现在特朗普心里却是五位沉杂,最后五角大楼的态度是,不论俄罗斯撤军与否,都不会影响美国在叙利亚的政策。